在国内油炸食品是垃圾食品 在日本油炸食品叫天妇罗 同样是油炸食品 从日本来到中国就变成了高端货 上海某些高端的日料店可以吃到人均一两千 今天这家可以说是全上海最便宜的天妇罗专营店 人均只要几十块 别看菜单弄得张牙舞爪花里胡哨的 主食就两种 一种可以理解为天妇罗盖胶饭 另外一种可以理解为天妇罗套餐 就是全部分开 店里不仅准备了中国人爱喝的茶水 也有日本人爱喝的冰水 万物皆可天妇罗 三荤三素 卖相是不是还可以 一份味噌汤 一份天妇罗蘸料 白米饭和炸粮米饭可任选其一 不爱加两个小菜 这样一份套餐 64块 蘸料主要是萝卜泥和一点点醋 吃起来还算清爽 没什么醋味 第一个炸大虾 不知道是什么虾 看着还挺长 吃上去外焦里嫩 足够新鲜 第一口奠定了我对这家的好印象 蘸上点料汁 瞬间软化 吃上去是另外一种味道和感觉 第二种炸藕片 这个就差点意思 失去了藕原有的味道 油炸一下也没有变得更好吃 蘸上点料汁 还那样 第三种炸鱿鱼 看上去很粗 吃上去非常嫩 味道也不错 来上一口解腻小咸菜 还真不错清凉爽口 第四种油炸茄子 口感和味道就跟它的哨法形状一样 啥也不是 蘸上点料汁呢 依然啥也不是 还不如炸藕片 第五种炸白生鱼 看见造型有点像霸鱼 口感和味道上一如既往的不错 而且没有刺 可以说大虾 鱿鱼 白生鱼 这三种海鲜都不错 排名可以到并列第二 今天最好吃的竟然是我最后一个吃的炸南瓜 可以做到外焦里嫩 而且南瓜的甘甜非常抢眼 蘸上料汁依然能保持其外焦里嫩的口感和甘甜的味道 人均只要几十块的天妇罗专营店能做到这个味道和品质 个人认为已经很不错了 又是吃饱喝足的一天 那我们明天见 天天见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一直都看到这里 有个关注再走呗 我们下个视频